游览车的车头被撞破 挡风玻璃整面壮裂 停在车道上 造成游览车毁损的元凶 就是车道上这个铁架 今天清晨接近六点 国道三号北上彰化路段 国道警方接获报案 高速公路上有铁架掉落 来听听看警方怎么说 那是一部银半连接车 行驶在外侧车道 那一是卷线器端列 致使装载的货物铁架 掉落于车道上面 根据了解是一辆半连接车 车行驶在外侧车道 因为卷线器断裂 导致铁架没有绑稳 掉落在车道 而开在后面的游览车 自小客车 还有一辆半连接车 总共三台车 闪避不及直接撞上 而铁架被撞得支离破碎 散落在国道上 警方获报前往指挥周通 还好没有造成回堵 赶在上班上课 尖锋时刻前排除事故 而这要是司机也要被开拔 三千以上 一万八以下拔缓 一万八以下拔缓